视觉中国讯 3月28日香港九五版郭福福明谢 现身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慈善奖劝抽奖仪式 福明谢一头金发带着宠物亮相 下巴尖尖 双眼皮似有些重胀 眼睛一丝核桃 福明谢其实是一个新二代 他的父亲夫妻和母亲实惠 同为演艺界的名人 从小福明谢就是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 在1985年 开心鬼放暑假在张牧演员 当时15岁的福明谢 瞒着父母偷偷的投靠 结果被录取 这是他参演的第一部作品 因此他开始慢慢地进入了娱乐圈中 1995年 福明谢在古天乐 李若彤主演的金庸武侠剧 《神雕侠侣》中实验郭福 为观众所熟知 他也因此一夜成名 而他实验的郭福也被称是最经典 1997年 他又在古装剧《最大金之中》是花雕 1998年出演了电视剧《花木兰》之后 福明谢就退出了娱乐圈 演唱后 福明谢就嫁给了香港海域集团主席叶剑波 从此福明谢开始扩胎生活 据其婚后 福明谢的生活十分奢侈 他自己曾透露在结婚的七年间 这桩费就花了2500万 收藏股东也花了2100万 此外爱狗如命的他 养狗去年也花费了850万